这事吧 还得请您哪儿家多帮忙 我不想再费这心思 我不管啊 反正我答应人家了 自己看着办 是郑连 是不是 他想让我帮忙 但是不好直接开口 我上次帮过他一回 他还想我再帮一回 你怎么帮过他 我突然在监狱管理局帮忙搞到了一份 朱伯勤的资料 那这回他是想查朱伯勤出狱以后的下落是吧 爸 猜得太准了 我就说你跟这事特有缘 你还是找你那个朋友吧 我帮不了这帮 找他不是不如找你管用吗 你说这都出狱十多年了哪儿查去啊 我都可以帮你了 你不过没有把握 我看 你要想帮郑连 还得找你这个朋友 那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真找不着啊 也没办法 这郑连也很执着啊 非要替他的师父讨回公道 他说了 现在要是在有猪房 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师父 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他有什么诀窍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懒得问 那你说他是突然捡到一个什么武林秘籍 或者是突然那个把天眼开了 这也说不准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看那个 我去趟洗手间了啊 我 得未经许 这么做 不得了 想到 我们需要 啊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你要了杯果汁 谢谢 你怎么了 怎么心神不宁的 没事吧 没什么 李德 不好意思啊 朱伯勤的消息只打听到那么一点 也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太满意了 长老啊 您的消息太灵通了 没您办不成的事 我不过比你年长几年 在这个圈子里多混了几年 多认识几个朋友而已 至于朱伯勤具体的去向 也会很快就能够搞清楚 如果你想见他 到时候我安排人带你去见他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你光临寒舍 不会只是专门来道谢的吧 当然要向您道谢 可是我的确还有一件事情 要求您帮忙 什么事 你尽管说 我看上了一批货 可是我手头有点紧 我想从您这儿 拆解点资金周转一下 你还要缺钱用啊 您不知道啊 我一直都是个穷人 你这话可没人信啊 随便拿出几件东西卖了 还不是大把大把的钱 长老啊 我这德行您还不知道吗 直进不出 您从我身上割肉都行 可是让我卖东西 我是一件都舍不得 要不我怎么是个穷人呢 那位古文行里的人啊 我是永远也搞不清楚 把东西看得比命还值钱 我怎么就不是呢 要不说您能发大财 我只能受穷吗 有几分道理 你需要多少 一千万 没问题 回头我就叫人 把钱打到你公司的账上 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等你收了这批货 要让我先度为快啊 好好好 没问题 长老啊 借条我就不打了 这箱子里有十幅画 我放到这儿 您抽口瞧瞧 提提神 立德 你这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借点钱还需要押东西吗 我这样做我是不想失去您这个朋友 到时候我要是赖账 把你这笔画给瞇了 你可别怪我啊 长老啊 我不卖东西 但是我送东西 这画您看上哪一幅了 我送给您 开玩笑 我怎么会白要你的东西呢 不过有件事 我也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过些日子 我要搞一个私人聚会 来的都是有身价的头面人物 到时候会搞一个现场拍卖的助兴节目 我想请你帮我物色一件好瓷器怎么样 没问题 我帮你找找看 这事你可得给我上心啊 到时候别让我做了 你发金吧 长老 好 那就这样 好 好 再见 好 再见 来 这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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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万一价 不下点血本大成啊 走吧 好 �� Werner 阿德 阿德 二 二 二 然后再入 义京到大 给你行列 我去上个煞酒间 好 请密文件 请示识 航空 C.A. 962 C.A. 962 C.A. 962 C.A. 972 C.A. 975 来 你坐点 你坐点 你都跟她说什么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什么叫该说的都说了呀 我特意提醒过你的 干吗脸那么臭啊 有点风度行吗 你真以为我出卖了你啊 你没有吗 我当然没有了 我说了我是来帮你的吗 你没跟她说我是来收货的吗 说了 我是说我收 我没说你要收 真的 我当然这么说的了 我说我来收货 我说你纯粹是陪她玩的 昨天你跟我一说 我就觉得不大对劲 你要陪女朋友来度假 你就别三心二意的 你是不是觉得 不捎带收藏货 跟吃豆大亏似的 你你你批评 批评的对了啊 我我以后接受教育 我可没批评你 干吗批评你啊 不过你放心 真以为我会当那么大的电灯泡啊 我就是 我就是有点心虚 就是 行了 你们也该吃饭了 我走了 别 别 一块儿吃 下回吧 不 不 不是 我是真心请你 下回再说吧 我们也不会说 我都没有 你最好 我都没有 我最喜欢 对 我 我们 可以 就 一 donc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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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你心里面没有我 不 我心里面只有你 那有我 你干嘛还梦不着我 大概这个 只有心理医生知道吧 行了 行了 你要是真觉得心理医生有用 那咱回去 我陪你 咱一会儿看心理医生去 你不需要 我需要 嘿 嘿 痒 嗨 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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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音没事了 谢谢你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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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会改变的 走吧 把门关上 好 您好 这是唐继38号吧 你是拍卖公司的吧 对 等你半天了 来 哥 好 您好 您是唐继的 您是大夫 好 拜拜 来 慢一点啊 来 同样姐 行 来 东西在这儿 您看啊 对 老师把那线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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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火快 喝 rằng 이번 possibil takes 吃火快 喝這個 食词了嗎 睡了 睡呢 輸了 好 这是赵家兄弟的 这个架灯是他们父亲留下的遗物 今天带我看货的是老大跟老四 东西不错啊 得什么价 我给他们估的六十万 合适吗 肯定没高估 这图案好像不是画上去的 对 那是贴片 不点意思啊 东西是不错 可是他们开的条件有点苛刻 他们一定要全额预付 这公司没有这个先例的 是啊 那个老大还挺好的 就是那老四 特别讨厌 他特别着急要献钱 这样吧 明儿我再去一趟 再仔细看看 然后跟他们商量商量 你不怕林燕知道啊 我趁他五十月收拾 要不 我明天约他逛街 给你多争取点时间 好 好 来 来 来 这边 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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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林烟 你今天什么安排啊 哦 我没什么安排啊 那咱们一块逛街去啊 好 好 叫正言帮咱们拎包 好 好 好 一会儿见 好 一会儿见 好 你们去逛吧 我累了 在这儿等你们 好吧 那好 那你自由活动吧 反正我们得一会儿出来呢 走吧 走 你怎么总给他看衣服啊 干吗都自己买 我这个人穿衣服挺随便的 你看这个好看吗 都行 你喜欢就行呗 其实 其实我以前给正言买衣服的时候 每次都觉得挺好看的 拿回去他一穿 总是不好看 怪怪的 没有啊 我觉得正言穿衣服挺有性格的 没什么不好看 真的吗 那好吧 随便买一件了 好 你这些人都有很有趣的 你去看一看 我看看 你这就怎么会严肅 都在那里面 你这就怎么办 你自己给人带来 你这就怎么办 我先认识 你也为我 那里面 你他有什么地方 我没想到 你这都没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去这家看看 你要抗风沙啊 对 走 欢迎光临 两位好 你好 要请看扫子吧 对 来 这边坐 先看一下我们的样本 您看一下这是我们零九年最新款的样本 可以去海边拍赛 可以在公园啊 内景都是立体实景 效果都很真实 好看吗 好看 是好看啊 小姐要不要撕一下我们这里的婚纱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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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试一下婚纱啊 好啊 一江 好看吗 好啊 你一直在这儿啊 没有 我到别的地儿也逛了逛 差不多了 我就是吃饭吧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我不掺和了 怎么了 你有事啊 我新买的衣服不赶紧显卖我着急 走了啊 黄文江这个人挺好的啊 对 还行 怎么叫还行啊 还行就是不错嘛 挺好的 走了 走 下午五点在咖啡厅间有重大戏曲 昨天你打眼了啊 怎么了 不开心啊 没有啊 你说吧 我怎么打眼了 那是一对月影灯 不是一般的假灯 月影灯 嗯 把蜡烛在那里边点上 那上面的山水画 就像活了一样 我想起来了 我听我爸说过什么月影灯 不过后来没什么印象了 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不止六十万了 对啊 我给了两百四十万的新价 刚才跟唐总通了一电话 希望给他们一半的电金 要不我明天回去 我再详细说明一下情况 好 好 那我 我先上去了 嗯 等等 你到底怎么了 我不告诉你 货主说了 要先收一半定金 否则另寻出路 韩叔 你看呢 这东西要是真的 那负一半就负一半了 正言亲自试验过 肯定没问题 不是 易家 我不是怀疑这东西的真假 我的意思 是不是让正言先把东西带回来 咱们大家过过眼 要是真的 咱就把钱付过去 你说这一下就负一半定金 公司也没先例啊 万一出什么娄子 那对公司对正言都没好处 是不是 还是稳妥点好 韩叔 还是你考虑得周到 好 就这么办 啊 好 好 你等下 我马上完 你等下 我马上完 你等一下 我马上完 好呗 还看着呢 还说啊 这东西我看了 两百四十万虽然不低了 但是还是低估了 谁说不是呢 这成交价何止千万 而且不愁出货呀 你说现在市面上 也就故宫博物院有一对 那可是国宝级的文物 我知道 我得恭喜你们 又拿了一件大货 你难道 就不想要这对月影灯 确实是好东西 说不想要那是假话 是的 半道上把它劫了 不就是你的了吗 你说得轻巧 怎么劫 拿钱呢 拿现金呢 那赵家老四等着钱花呢 这招一定管用 我现在穷得叮当才想 到处都是窟窿 我上哪儿弄现钱呢 你别说大哥 这钱你得出 事还得你来办 我办不了这事我不方便 这你知道啊 我替你办事还得我搭钱 关键那不是个小数目 我欠你的呀我呀 我欠你的 我欠你天大的人情 改日我一定加倍偿还行吗 老放这空炮有什么意思啊 那 得 我那个乾隆天球瓶 归你了 行吧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你还跟我耍这小心眼呢 你那天球瓶是道光的 能直升二百万 你以为我傻呀 我看咱们这样 你把文征宁的江雪徒手卷给我 这样咱们就都合适了 大哥 这 这江雪徒手卷 你说我这跟趁火打劫有什么两样的 做人怎么这么不厚道 我说我 行 大哥 都是我不好 你就别再挖苦我了 那好 咱们这事就说定了 江雪徒手卷归你了 我就拜托你了 你看这么着 我呢去跟他们再拖一拖 给你争取点时间 你看成王 我真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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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着吧 真是我的好大哥 没得说 那 我先走了 我不送你了 还说 坐那儿接着 好 再见 再见 没有了 我可以不送我 我可以带你来的 你也要了 我可以带你来的 那我就在这儿 有一个人 有些人 我可以带你来的 你那时候 我可能带你去哪里 是什么 我可以带你来的 我都说 我可以带你来的 我可以带你 来 来 坐坐 韩叔 你去哪儿了 我找了你上午 我见个客户 手机忘了 郑言来电话了 说赵家已经答应了 咱们是不是准备打款 这一次就打一半过去 有点多吧 要不这样 跟董事会通个气 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件事 用不着请是董事会啊 他们对秋拍就耿耿于怀的 别再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了 行 打个招呼 也没什么坏处 行 这样 下午呢 我去找董事长谈一下 行 那我忙去了 行 喂 郑言 这件事啊 你先渗一渗 下午呢 我跟董事会打个招呼再定 不会的 不会有大问题的 就这样 赵先生 我们公司领导的意见是 先交货 然后再付一半的定金 好 我等你电话 是王先生吧 赵先生吧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坐 您好 听说王先生是做古董生意的 对 赵先生是个爽快人 咱们就有话直说吧 我想收购你们家的假灯 那你来晚了 我们家的灯价呢 已经让拍卖公司给收走了 东西不是还没拿走吗 对 对 那是因为还有一些小问题没解决啊 赵先生 拍卖公司是不会给你们现金的 我却可以 你们把东西给拍卖公司 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结账 钱这种东西 装到自己口袋里的才叫钱 装在别人口袋里的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说呢 赵先生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但是 他们给我两百四十万 如果你要全能拿现金 我们就给你了 我不打算出那么多 那 你出多少 八十万 八十万 人给我两百四十万 你哪算拿八十万拿走 你懵傻子呢是吧这 两百四十万 也不是你一个人拿 对吗 你们哥四个一平分 你只能拿到六十万 而且还要几个月以后 才能到手 不是 你先别算 就是我答应你 我那几个哥哥呀 也不会答应这事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给你钱 但是东西我不要你们的 你 你脑子没毛病吧 你只要答应帮我做一件事 八十万归你 东西照给那家拍卖公司 等到明年春天 你们还能再拿两百四十万 怎么样 这买卖还划算吧 有这好事 老天想叫你发财 你是躲都躲不过呀 怎么样 赵先生 怎么样 赵先生 行 那就这么着吧 把每个人要放到 pię十万里 要看这些 都是你 偷偷和小伙子 老天想吃 也是我 以为你担心 应该要不要 能消失 慢点啊 你看 好 这是盒子 好 你们看看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也是很强 好 我 那这这这我来这我来这我来 慢点 慢点 你那个灯呢 合上 合上 你一定小心帮忙 帮忙 帮忙慢点 好 来 帮给来盖上盖上 盖上盖上盖上 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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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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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轻一点